好來各位熊熊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說資料依外國勢力透過軍事力量 改變中國長久以來閉關自首的狀態 所以這指的是哪一場戰爭 這是不是叫做鴉片戰爭 好然後再來看第二個 這場戰爭與經濟因素有密切關係 戰後的條約不僅向對方開放通商口案 也確立雙方外交形式上的對等關係 好之後中國傳統的世界觀也趨於瓦解 從此之後 我跟你講資料二他給的這幾個暗示 坦白講很多同學會誤解怎麼說 首先第一個開放景象不僅向對方開放通商口案 那開放通商口案的是什麼 很多同學說老師我知道那個英法聯軍 因為英法聯軍來說的話是不是台灣就有開港 對不對大陸天津也開港嘛 好很多地方都開港嘛 可是最早的並不是他 最早是五口通商 那叫中英五口通商商城 有沒有印象 對啊 然後呢外交形式上對建立對等的關係 好什麼時候公使互派 入住北京那是在英法聯軍 可是南京條約序約裡面有講到怎麼樣 領事裁判權 領事館也有進來的嘛 兩邊的外交關係已經對等 所以外交關係開始對等的時候 傳統的天朝觀也開始瓦解 外交關係與宋寮戰爭有關 這是不對 資料二是描述英法聯軍的原因 原因 及其帶來影響 帶來影響有可能啊 原因是不對的 因為英法聯軍爆發的原因是因為什麼東西 修約未遂 以及什麼第二次英法聯軍是因為換約問題 我們課本上都有寫到 兩則資料都與中英 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有關嗎 這個就合理嘛 因為我如果就是照我用續約的方向 角度去解釋就對 資料二說明中國主權即將得到現代化條約的保障 也不是啦 就是中國走上國際化 走國際化的社會 國際社會 然後開始受國際法條的約束 而不是保障 所以呢這題答案 選哪一個 選C 這樣可以接受吧